公車裡鬧哄哄 頭戴帽子的白髮老翁 認為自己的膝蓋莫名被撞 害他受傷 堅持要找出撞他的人 驗上提告 說自己膝蓋凸起一小塊 是對方拿包包撞他造成的 老翁堅持叫警察 不讓公車司機離開 全車的人只好陪他哭等 就有乘客看不下去 挑明問貝貝是打算要多少 警察到場後 被指控害他受傷的女乘客 提著藍色手提包走下車 只見當事人一頭霧水 不斷跟警方解釋 全英被說撞傷人的袋子裡 裝的是這項日用品 單純只有衛生紙 進成了商人工具 女乘客滿頭問號 全程募集的許小姐 準備上大夜班 時間莫名被耽搁 讓他超傻眼 七號晚間十點多 台北市中華路上的一輛公車 乘客爆發糾紛 原本大聲嚷嚷要提告的老翁 最後什麼資料都沒留 就這麼離開現場 乘客盜女上車後行走 經過林南旁邊池 引水扔巴巴碰撞到林南膝蓋 即而引發糾紛 附近警方告知雙方權益後 各自離去 報警說受傷 警察到場後又沒做筆錄 老伯伯想替自己爭取權益 卻因小提大作 其他乘客似乎也挺不下去 明星綜合報導 當中於昨天是 訴訟 頓 輪